5月18号上午10点多,有网友晒出了张丹光,前任经纪人碧莹最新照片,对方表示,意外偶遇低营。 这是被老板张丹光解雇后,第一次被网友偶遇活着了吧。 此前,碧莹与有人聊天抽烟,被偶遇过一次,碧莹女士身穿一件担紫色上衣,下身穿着一件超短牛仔热裤,脚踩白鞋停地鞋,碧莹女士的心性眉腿一览无语。 侧脸可以看到碧莹的微笑,正在看什么东西,旁边一位白衬衫男士低头弯腰,两人似乎正在讨论什么话题。 聊天聊得很激动开心,碧莹当场手里足蹈的,拍手瞬间还曝光了一片洁白腹部。 碧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,心情相当兴奋。 被张丹光解雇后,碧莹也没有除眉苦脸的,心态很积极向上压。 碧莹随后和另外一个短发戴眼镜女士聊天,她和这两位应该是朋友吧,站在那里聊了很久,旁边墙壁上有国贸饭店几个字隐约可见。 这位爆料者发文痛痴说,这个应该是,碧莹吧,居然偶遇了,最多一米六步道吧,跟红星差太远了吧。 碧莹不是因为你是明星,因为是小三,居然还挺潇洒,全世界不要也惦记别人老公的小三,都该原地爆炸去死。 张丹风都澄清了和碧莹的关系,奉扔出轨,爆料者致命的信这么说,不怕碧莹崩溃后起诉吗? 前一天,也就是5月17号,有网友在深圳机场偶遇了张丹风和红星夫妻,两人带女儿外出。 张丹风回归了家庭,而比尹未改走了,可谓是皆大欢喜,希望张丹风好好疼爱妻子红星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